泰鲁阁真幸福公益创意社 3月8号这一天则是前往三站文件站和三站国校执政物资 提供学子能够安心学习课程 而秀林乡镇首席顾问肖采军 志工林宿美也前往关怀部落 泰鲁阁真幸福公益创意社也是秀林乡首席顾问肖采军 在志工林宿美的陪同之下来关怀秀林乡各个部落文件站和国小 3月8号这一天则是来到三站文件站和三站国小来发放物资 秀林乡首席顾问肖采军 则是要实现妈妈的遗愿来进行关怀乡礼 我希望从我们的三站国小的部分跟我们的文件站 以及我们北区的我们的崇德国小 还有就是护士的波士岸 还有各方面就是有我们还有一个南区的文栏国小 我是尽我自己的力量 还有水源的文件站 各个的文件站 我尽自己的一点点点的能力之下 我相信妈妈的遗愿 我希望在这里能够怀着我更感恩的心来做好每一件 我基本上我一个月会下来好几次 只要我们乡内所需要的我都会来配合 然后呢我在这里呢也有几个蛮要好的学生呢 也会当我的助理来协助 那我的学生呢是树美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如果有需要的也希望大家可以跟他沟通 三站国小总务主任则是肯定秀苡营乡镇首席顾问的爱心 物质啊无论是威娜面包或是雪梅娘甚至是红礼馒头 这一些健康的食材 都是我们可能在地化 或者是孩子们能够食用的 吃了健康之外呢 而且能够在就像我们讲满足了他的身心的需求之后 他能够很开心的长大 然后也能够在我们的互动对话中 现在老师也一直在提到说 因为这种感恩的心 其实孩子们在吃在知足满足之后 他也能够更知道如何去反馈或回馈这社会 秀苡营乡首席顾问肖采均表示 每个月都会不定时回到花莲 秀苡营乡的家乡 捐赠物资 心中可以说是相当的感恩 这次由终身志工林苏美 共同来为大家进行关怀 用爱来回馈乡里 记得中文秀苡营乡